我一旦有钱了 我他妈能续吗 那他妈重婚队 我就先聊这个 回怼魏哥 那招出的比他妈让我离还他妈损 马哥这是回怼魏哥什么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许多朋友都知道 马哥和魏哥常常会隔空喊话 这期马哥开玩笑说 如果自己重了五百万 要吃什么做什么的视频 你还记得吗 这魏哥呢 也看了视频 给马哥支了招 可马哥呀 不买账 讲出了自己的理由 您觉得谁说的有道理呢 聊什么呀 聊马哥说那回 说马哥一旦有了钱 干嘛 我不当时就是那意思吗 咱们现在太 没见过钱 关键是 尤其这大钱干嘛就没见过 说五百万 上万的在咱嘴里 难是奇耻 你知道吗 现在这些年 这一万年听说知道这意义了 是不是 说马哥有钱干嘛 我这回我脑子一冲动就说出来了 把我实话说出来了 出了嘴了 就让咱们给抓着把柄了 我说我一旦有了钱了 我先把 先给娘们修 是吧 先给辞了 找一个 换个新的 换个岁数小的 我一个就说过这事儿 说我说这个词这字儿啊 还有修了这字儿不对 就离了这字儿不对 说什么呀 应该算序 他这么一说也对 那过去来说 再往前来说 那大财主的 取几房 大宅门 取几房 取几房 那是名正言顺 你知道吗 你可以续 这是几房 几房 几房 是不是啊 人有钱 举呗 那时候法律也准许可能是 是吧 取几房 你现在你让我去 这是 卫哥可能是笑话 其实他这招 你不让我犯错误吗 我一旦有钱了 我他妈能续吗 重婚队 那他妈重婚队 你现在有钱的人 他也是他妈的 离了取 再离了再取 他也得走法律程序 你看那汪峰 和这张子怡 你离了吗 他也得离 离完再取 现在中国就有一什么法律 你取多少都没事 还没 原来我听说取我 没有 说我说的 我那么听人说 他说现在没这指标 说你这样有钱 你走法律程序 取了 过了两年 不行 离了 离了再取 离了再取了再离 离了再取 好了你 这卫哥可能说那意思 让你去 让我去 就是说 说句白话 一旦是这事要是真的 你嫂子在边上他高兴吗 那是不是 他帮你以前闹了 不他妈打热瓢了 是不是这道理 听听打架 给我出这 他妈出的他妈馊招 哈哈哈哈 就这招 更他妈损 就是他说也是笑 他这也认为是笑话 说完以后 他那 嘻咪嘻那一乐 哈哈哈哈 那一乐 这小胡子一流 很好 你这两天 是不是他妈四百四点 跟你这病又瞧好了 你怎么着 哈哈哈哈 有精神头了 你怎么着 你聊我干什么呀 真找马哥村了 这 你怕马哥家里打不得来 是啊 哈哈哈哈 我们那边看这个 哎 你什么时候说要辞我 我说你什么 我说你也不看视频 我说那回 聊天 就是行说马哥一旦有了钱 怎么办 我就那回我忘了说了 说我如百万 我说就把娘们辞了 而且吃炒肝 吃炸糕什么 那魏哥就打着这个词 给我聊 聊这事 还给我发过视频来 好了不今天聊这个吗 我就回对魏哥 那招啊出的 比他妈让我离还他妈损 你让我们家非得打成热瓢 出了人命你再算 他这意思还表面是心脏嫂子 是吧 其实他比我大 他管他叫嫂子 就随便一说 他这招更损 啊 魏哥你这招够损 哈哈哈哈 这一点来说 这是笑话 像我们这岁数 老夫老妻子 真是 爱都爱不过来了 现在该互相扶持了 对 是吧 这就是笑话 笑才 好 得嘞 谢谢马哥 又一段 你看这两位老哥 常常隔空逗闷子 您觉得谁说都有道理呢 看似开玩笑 其实也影视了 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 您觉得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